大学是在拖曼他的累积财富的数据 我本身是不鼓励 我们大学的啦 我每读一天的书就可能是 日新多少多少这样子 对于大学生 我觉得应该看一本书叫 What? 诶 仔 你看 哎呦 连你的表弟都赚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什么 残了 年纪比我小的人都开始在赚钱了 我还在读大学 这样我们是在浪费时间呢 我是不是应该开始赚钱了 大家好 我是看起来很正经 但实际上却不太正经的立会 你好 大家好 我是德婷 这次不得K4 我开始要转变成 从理财小白开始去学财经和金融投资的德婷 哈啰 大家好 我是刚刚最近升职加薪的Yong 大家好 我是SparkSpark 图留亮亮工作室的老板Spark 这次有观众留言说 他现在正在读大学 但他很想很急的想要看更多一点资金来源 然后他甚至觉得大学是 其实在某个程度上 是在拖慢他的累积财富的速度 你们赞同吗 这个就要讲到鼓励不鼓励读大学了 所以我本身是不鼓励读大学的啦 我的前提是这样子的 你不知道为什么要读的话 尤其是要浪费时间 拖慢你累积财富的速度 你还不如把那个时间赚钱 但是有些人又会讲另外一个观点 就是大学可以累积到 你人生中不一样的经验 所以你就可以这样这样这样 我本身是没有做 在大学时没有做过 兼职啦 所以你是做过对吗 我做过兼职的 而且五花八门 参与上有做过什么 你做过厕所 对 Cleaner 对 我也做过清洁工人 怎么厕所啦 但不是backing而已 对 我那个时候就是想要 体验多点不同的东西 基本上大学生要做的时候 都是能力的 如果大学生要赚钱的话 你们会鼓励他们用什么方式呢 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作为的朋友 在大学的时候是怎么赚钱 他们的赚钱方法是透过 赚奖学金 哦 我就是这一种人 你也是这样 因为那时PTPTN说 如果你达到3.75 就可以不用玩嘛 而那时候我大概有借了40千 我每读一天的书 就可能是日薪多少多少 因为我 你不要怕死我呀 用这个好像40千 我除两年 或者是除四年 这样我一天其实都在赚钱 而最后我真的达到了 我真的是 几确是赚到那一笔钱了 所以我觉得 如果大学生 如果你成绩好的话 你真的是可以靠读书来赚钱的 然后他们只是需要 把他们的时间 投入在学习上 然后再申请不同的奖学金 基本上只要考到好成绩 一页出来只是40,50,60千 在户口里面不是一个大问题 我无量做坚持 可是我不鼓励他 focus赚短期的钱 累计财富这些东西 它不是一个短暂的事情 你可以现在因为你去打工 真的 你每个月多一个千块到两块的收入 你是有钱 可是 你要拉长那个时间点来看 你看看你可能同龄 同龄人可能需要5到10年 才有一个10万块的马币的一个 存储款 你可能去澳大利亚 做那种 午定假期那种什么东西 你就可以有一个 可能一年两年时间 你就会有一个10万块回来 可是 问题就是 what's next 还不如那个人可能 现在没有钱 可是他未来可能 因为 他学习了很多技能 而赚了很多的钱 这个时候当然应该累积什么 不是累积钱 你看我们叫他的不是累积钱 我觉得应该累积的是 人力资本 赚钱跟补鱼是一样的 在你还没有技能的时候 你只会徒手抓鱼 你要累积一些资本 一些技术 或者你技术你要那个毛 那个就会增加你的效率 如果你用碗来补鱼的话 这样你就可以 变成有效率赚到钱 制造碗这个过程 是需要积累的 那我读大学的时候 其实有一个 工作 门槛还蛮低的 他就做微商 就是对他们来讲 是不是一个好的呢 就帮助他们未来的career path 我觉得是可以去尝试的 因为 当你加入微商的时候 你可以体验到的东西是 怎样去管理好一个团队 嗯 团队这个管理这个技能 是不管你在 哪一个阶段都是需要的 对 是 然后你还可以去 学怎样去做marketing 怎样去推广你的产品 没有方向的话 要学习的一个方向 我觉得可以 可以累积两个能力 一个就是 组织能力 跟你一起销售能力 你学了这类的skill 去哪里都不会饿死的 不管你在任何行业 都是需要 不管读医生 engineer 一些听起来很专业性的东西 都可以用到吗 你觉得 绝对可以用到 你看你自己创业 你就是卖产品 不都是服务 这东西啊 然后如果你是做 打工的话 你是卖 你是卖你的时间 所以你今天你要跟你老板 你老板不起你薪水 你去到下一步工作的时候 老板也是要给你一样薪水的时候 你会讲说 你会要求 更要求你是吗 这时候你是在卖你薪水啊 老板 我觉得我值得这个高水 你这样卖你的时间 这样 第二个你讲 组织能力是吗 今天如果你要去到 更高的level的话 你从一个 我们讲 可乐报是这样子的 就是说 你从一个executive level 去到suproviser level的时候 你就是要 你能组织越多人的话 你就能解决 越大的问题 然后越有效率的去 解决问题 就是你刚才讲 卫商其实是一个很好的 可以学习到组织能力 可以学习到 销售能力的一个方法 当然还有很多 比如说 保险啊 房地产啊 这些都是门槛比较低 你在大学的时候 都可以去兼职的一些 嗯 行业 像youtuber勒 哈哈哈哈 youtuber其实也是 某种程度上 也是可以帮助你累积这方面的经验 做youtuber是吗 他也是有 到销售能力 对 我觉得 做影片啊 因为你要想你的target online是什么 你要怎么包装 你怎么吸引人 对 因为你看啊 做youtuber其实你的产品是什么 产品是你的影片 嗯 你要想办法 卖你的影片 嗯 要想办法卖你的观念 你要让人家付费 付什么你知道吗 还要付出他的时间 来消费你的影片 你才能做到股道前吗 他其实也是一个 也是 销售的 过程来的 做微商 做保险 做那个 property是吗 很多人 做销售最大的困难点就是要突破那个销售的障碍 很多人不能做销售是因为他很害怕那个rejection 嗯 你要摆哦 销售这个技能 你 吃到二十多岁的时候 你才来学习这个销售的时候 你那个技术是很低的 你feel是很正常的 可是他会觉得 这个rejection不对 他觉得feel就是我失败 尤其是成绩越好的那些人 更加害怕失败 怎么说训你却你是感动生出吗 哦 因为我很多人去看起来就很吓 我中学哦 我有试过一直要找兼职 然后一去第一家问 他讲我们不要习惯太多 我就不敢问了 永远就不做兼职 你看这个第一个被拒绝 就已经完蛋了 出完蛋了 所以为什么我讲说 做rejection是一个很好的东西 因为你可以遇到无数次拒绝 所以你看你可能身边的朋友 你找了 四次五次丢 你看最后那次给你十次二十次 他就已经完蛋了 所以你做rejection是吗 你天天都有reset的机会 你买一个或者买 laptop的 你走过来的时候 每天大概有二十个人 来问你这个电脑 他已经准备好给你买 你不是你 不是你去求他买的 所以你有这个机会去practice你的skill 这二十个人 可能你第一天做得很差 不用几 第二天 新的二十个人 新的二十个人 怎么样 在我的观点看来 我觉得大学的时间 或者什么四年的时间 我觉得它就是一个你的资本 时间资本嘛 我觉得你要投资在那里 你就会得到什么 那么今天如果你真的只是要钱 不知道 你去做兼职你得到钱 那我觉得钱可能不长久 只是那四年间的钱 可是像我的话 我就把时间投资在很多活动上 我去产活动 那我觉得我累积到的 对我现在的career 无论是你学习到的技术 主持技术 或者是所谓的marketing的技术 再来就是你得到的社会上的很多人脉 你得到这个人脉 其实是很重要 尤其是大学生的这个身份 其实是有建立人脉的优势的 给你一个例子 今天如果 我是一个大学毕业生 我去跟一个老板请教说 老板你可以教我怎样子 就是你创业吗 很好 这个年轻很火烟 外面的一个末世的人来找你 你可能不会 这你可以利用 大学校的主持 这可以麻烦 我们公司现在主持了一个 企业家分享会 你是我们的其中一个 candidate 我来 想请你去来做这个 帮我分享一下 可是在这之前 我有几个问题要问你 可以麻烦吗 利用主持的名义 然后来学自己个人 要学起来 就建立忍耐吗 你如果没有这个身份的话 你很难去认识那个老板 都还没有那个机会 不是你这样子就有那个机会 因为大学他有一个特殊的一个 意味或者特殊的一个身份就是 会允许他去犯错还是什么 赚 是大学生的 对啊 如果做个总结 我想说 大学生应付也就坚持你 我觉得是应该就坚持 可是为了赚钱 而就坚持 可以吗 可以 可是你 你focus的赚钱 不要focus在 短期的利益上面那边 而是要tocus 你把那个时间点放得长期 这样子才能达到这个长期累积 财富的效果 其实是 在这个阶段 累积人力资本 就是所谓的销售能力 组织能力 人脉 这件事情 其实是 对长远的财富利益来讲 是最 大 最高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比较好的策略 对于大学生 我觉得应该看一本书 叫 惊吞异万 对应该去看一下 你看他同样是大学生 可是为什么 周洛我们的刘特佐先生 他可以那么厉害 结交到皇室 那你的出生你要先 喂 没有哦 他只是普通的 槟城人啊哦 对 可是他的家庭 也是有钱的家庭 他虽然不是那种大富大贵 他的有钱 跟对方的有钱 哦明白 只是王族的 王族的有钱 跟那个小老板的有钱 所以你是怎样子透过策略 我觉得我刚刚刚讲是有策略 是 他的方式可能是错 可是他的策略 是很厉害的 我觉得是可以学习的 但是大家不要看完了那本书之后 就想 诶我看到SPA的影片 我学了了 我就要去认识王族 赚钱 也是没有问题的 没有问题的 工具或者是这个行动 它本身就是一个没有好坏的 只是看了这样子 没有运用的方式 所以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此为止啦 记得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 记得订阅按赞分享哦 你有想到什么问题 是希望我们一起来讨论的话 下面留言 然后 因为我们的问题就是从 这边 观众的留言拿出来 所以 记得我们等着你的留言啊 好 还有 别忘了 除了订阅SPOT的频道 也要订阅我们两个的频道哦 好 我是Sanylia的YouTuber 我是立慧 打开吧财箱 为你财神送到 好 拜拜 拜拜 我每个星期五晚上七点 都会上传一个 关于投资理财的影片 如果你不想错过的话 记得在我的脸书按赞 然后按优先关注 如果你想要关注我的私生活的话 就记得去follow我的Instagram 谢谢大家看完这个影片 我们下一个影片见咯